现在晚晚进入会场 在庸阳的弦乐声中 仁爱国小毕业生一一进入会场 今年每位毕业生都是最亮眼的主角 每个人都上台顶奖 在小学生涯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仁爱国小今年打破以往惯例 让230位毕业生人人都有上台顶奖机会 校长许家正认为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凡的天分 不能只用学业成绩衡量 所以学校在历年传统奖项外 额外新增10个授奖类别 让每位孩子都能在毕业典礼上受到鼓励 给自己更有信心 毕业典礼是小朋友进入到教育体系 接受教育第一个习礼 在毕业典礼当中 如果只能让成绩优异 只能取向的小朋友来获奖 其余的权能其余的材质不能被发现 我想这跟我们教育的宗旨是违背的 所以即使我们的毕业典礼 因此必须延长一个小时 但是这一个小时是值得的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更让大家看到它的一个价值 仁爱国小看见每位孩子都有擅长的领域 找出他们的亮点从中给予鼓励 是这场毕业典礼最大亮点 我今天领了这个服务奖让我很开心 服务学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得到这个奖是非常开心的 会对自己更肯定 然后也会对自己更有信心 我领的是才艺奖 对于这个奖项我很开心 可以领到这个奖项 对于以后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所以以后可能好音乐 那你把它赞这样 许家震强调 有些孩子功课不见得顶尖 但他拥有领导才能 讲义气 或者是对师长父母有礼貌 这些都很值得肯定 虽然为了让230位毕业生 人人都有上台领奖机会 原本规划2小时典礼流程 要拉长至3小时 不过这场毕业典礼 让每位毕业生都留下最感动的回忆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 采访报道